好 变成棍子大小 一棍一个 六个匪徒就这样被孙悟空打死了 唐三藏很生气 说 这些匪徒不过是想抢点东西 为什么要打死他们 孙悟空觉得自己是为了保护师父 才这么做 唐三藏 这 唐三藏这样一说 他心里老大不高兴 看到孙悟空不服气 唐三藏还是说个不停 孙悟空越想越生气 翻了个筋斗 跑回到花果山去了 扔下唐三藏一个人继续西行 离开唐三藏没几天 孙悟空就觉得自己有点对不住师父 又跑回去找师父 孙悟空发现师父的包裹里 多了一套衣服 还有一顶 还有一丁漂亮的花帽子 唐三藏说 你要是喜欢就拿去 孙悟空开心的把帽子戴上 突然间 突然间 他觉得头一阵阵的疼 他这才发现 自己头上多了一个金箍 唐三藏一念咒 这个金箍就会缩小 让孙悟空头疼 孙悟空没有想到 自己回来找师父 居然被套上了金箍 他气得拔出金箍棒 想打人 却怎么也下不了手 几次挣扎之后 孙悟空跪在地上 对唐三藏说 自己在也不会不听师父的话了 会安心保护师父取金 唐三藏这才停下来 不念经了 不念咒了 师徒两人继续西行取金 孙悟空后来才知道 这个金箍是观音菩萨给唐僧的 戴上之后就取不下来 观音菩萨这样做 就是为了管住孙悟空 cill 保不道 改 else hay inference ăng Moż 请继继继续西行